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还得展�天形 学生 是一场三迷的过程 好的那现在比赛已经开始了 畫面上由左往右攻的是匹師大棟 另外一方面 台鋼是身穿黃衣黑褲 台鋼可以說是比較正極的 今天在匹師大棟方面甚至於在後衛線上 33號的白少羽是要擔任先發的中後衛 這就是讓人非常的訝異 這時候殺進來有沒有機會傳中 射門擋住 還有沒有機會再被擋出來 也是兩波的功能 好 施星安最後還是把球給拿下 這一波的攻勢擋住是非常的重要的 因為一開始匹師大棟這個機會是絕佳 施星安也是擋下對方最少兩波的一個功能 這個時候先取得進球啦 匹師大棟 這個進球來得非常的重要啊 嗯 四大同这一边 好 这个球反击了 看要怎么分的 左边有徐范少 我选择自己射门 这个球也是射的很有威胁性的 这个球潘文杰手的漂亮 射的力道很强 这个球给第二个 漂亮 哇 这个球没有过线 我应该是看到林志轩 哇 这个时候来了 俊青 看得漂亮 球射门进了 看到中场而已 有人在指挥了 哦 这个球过人 有没有机会摆脱 最后选择射门 哦 潘文杰手的精彩 海康的球员 也渐渐回到地质的禁区附近 再次的射门 看杨伟斯的跟点 结果又被排出来 那球也是点燃的 在这场比赛 这种双方不尬进攻的一个气氛 哇 这个球在中路 结果挡不住了 这一角射门被挡下 这个时候看看 大头 面对对方的反击 这个是拿人 结果 这个球没有办法掉进空门 结果主裁判这个时候是吹响个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啊 这一场啊 也是大头 客场出征了到南市台钢的主场啊 最后呢 虽然说大头是一度取得领先 但是被台钢给逆转了 你下次见 哎呀 哈哈 是 看着呢 看着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